你知道脂肪是怎么燃烧的吗?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都说减肥要运动 但你真的知道怎么运动吗? 运动是为了减脂 目的是把脂肪细胞里面的甘油三脂代谢掉 那怎么运动代谢效率才更高呢? 这就要说到人体的三大功能系统 磷酸源系统 糖酵解系统 以及有氧系统 磷酸源系统无需氧气参与 能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功能 发挥人体的爆发力 比如短跑、举重、跳跃 缺点是持续时长通常不超过十秒 糖酵解系统同样无氧参与 通过分解糖源和血糖提供能量 虽然比磷酸源系统要慢 但可以持续两到三分钟 适合八百米跑这类项目 有氧系统我们最熟悉了 呼吸、睡觉、走路都在做有氧 有氧系统的代谢路径更长 但产生的能量更多 它会调用碳水、脂肪以及少量蛋白质来功能 是休息和低强度活动期间的主要功能系统 换句话说 走路、慢跑、骑行 这类低强度的运动反而更燃脂 注意这三套系统是同时运行的 只是运动状态不同 各个系统的占比不同而已 乳氧运动增肌 有氧运动减脂 那游泳到底能不能减肥呢? 欢迎和我们分享 这里是药丸研究所 关注我的人都会长命百岁哦